香船 他为贫穷的人请命 如果有人出钱买他 他就住在他的家里 伺候于他 用得到的款项来救济灾民 岸上的人争相的买他 相持不下 最后就采用投钱的方式 谁用钱投中他 就可以迎他回去 于是船上到处是铜钱 黄金白银 纷纷地投了下来 堆满船头 但是没有一枚落在 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 所有的人很失望 只好放弃 女子微笑 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 把每一个捐来的钱 都施舍给了穷人 消息传来 轰动了整个杭州城 富人们为他狭义的行为感动 纷纷纷慷慨解囊 于是病人得到了医治 穷人得到金钱 医药的人得到了食物 人心都得到安慰和满足 突然 这个女子的船上 霞光万道 灿烂光明 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 合掌微笑 大家非常惊奇 她说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来是为了 启发和唤醒大家的慈悲心 同情心和怜悯心 是高贵的情意 帮助别人 是最神圣的本源 辅助弱小 是众生义不容辞的本性 今天 你们的行为 十分值得称颂 众生将得到幸福 我将常住在 每个人的家中 保佑你们 大家只要称颂 观世音菩萨 即可 说完 就没有影子了 当场有人 记住他的形象 做画 画下了观世音菩萨的像 观世音菩萨 把画像 用法力送给了 每一个人 菩萨 应验了 他真的 真的 住在了 每一位 行善 积德人的家里 直到 今天 这个故事 在中国 广为流传 增加了 人们对 观世音菩萨的信仰 菩萨 有求必应 任何一位 学博人 只要你愿意 帮助别人 你就是在 学菩萨 你一定 以后 能成 菩萨 菩萨 呢